大家好,这里是巫师后期,我是巫师,我们让Footoshop变得更加有意思 今天要跟大家非常快速的介绍Footoshop当中的一个小功能,调整预设 调整预设其实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它有点像手机相机当中的那种预设好的滤镜 你可以非常快速的用它来实现不同的颜色效果 那比如说吧,现在我打开了一张图片 那如果说你并没有找到调整预设的话,你可以到窗口 然后选择调整,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调出传统的调整菜单 我先把之前产生的这两个预设先给它删掉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菜单停靠到任何的位置 我是习惯的把它停靠到差不多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它就缩成了一个小图标 当你需要使用的时候,你把它展开,这样就非常方便 调整预设呢,它是好像是从2023年的某一个版本当中就有了 传统的调整图层呢,其实只有下面的这一部分 就是这里有一些单一的调整 这里边的菜单呢,其实和你点开这里看到的所有的菜单是一样的 所以通常我教学的时候呢,我一般是习惯用这里的菜单 你当然也是可以用这边的单一调整 那调整预设在这里,那么就是如果说你点击这里的更多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菜单拉大一点 这样的话呢,你能看到有更多的这个调整预设 点击这里呢,就能够返回到这个上一层的菜单 那它其实非常的简单呢 就是Footoshop就给你做了一些调整图层的预设 你把鼠标移动到这些图标上呢 自动的就能够显示出一些预览 那当你看到某一个满意的效果呢,你就单击这个图标 此时啊,Footoshop它就会给你产生一个调整图层的组 注意啊,这个完全都是无损调节的 那么它能够用到的调整图层呢 其实就是传统的我们的那些调整图层,全都是无损的 比如说吧,这里的电影的柔和棕褐色 它呢,其实就是有一个色相饱和度的调整图层 跟一个曲线的调整图层来做到的 你可以对这些图层呢,进行相应的编辑 同时的话呢,你也是可以透过调整这里的不透明度来决定是说 你究竟要有多少调整的这个力度,力量的力 作用到原始图层上 所以这样的非常的灵活,而且是无损的 比如说吧,眼前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调整图层呢,它首先是用一个色相饱和度 注意啊,你看它这里是用一个镯色 把原始图像的颜色都给它去掉 然后呢,给它灼上一个淡淡的这么一个褐色 同时的话呢,它也用一个曲线提亮了暗部 就是让画面的阴影部分呢,就显示的不是那种纯黑 这个英文叫肺的,这个效果有一点点胶片感 那你当然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调节 比如说吧,现在它是完全的去色 然后呢,只是染上了一个深色 那你呢,比如说就是想让这个画面 对于高光的部分不要这么去色 所以你就可以对这个地方呢,来移动这个混合颜色带 这样的话呢,就是让画面当中 高光部分的颜色有一定的透过来 那你当然也可以按住这个option键 分离这两个小滑块 让它有一定自然的过度 可以看到呢,就是随着我这样子的调整呢 原始画面当中的一些肤色呢 就能够显现出来 而不是单纯的被它染成一个均匀的颜色 所以这样的话,画面就能够生动一些 大家可以注意这个人物的肤色 包括这个袖口的一些红色 这个都有原始画面的一些颜色 透过这种混合颜色带的方式 给它展现出来了 比如说,我就要这种效果 你当然也可以透过调整这里的不透明度 来决定它的深度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非常灵活的用这个调整预设 结合一些自己的想法 来做一些特殊的颜色效果 所以这种方法呢,还是非常管用的 其实的话呢,你也是可以把不同的调整预设呢 来进行叠加 比如说吧,刚才我选的是这个柔和的棕褐色 你当然也可以给它叠加上一个 比如说这种比较强烈的电影感的这么一个颜色 这个叫分离色调 当然了,眼前这个分离色调呢 它是由一个亮度对比度 以及一个色彩平衡来构成的 这个色彩平衡呢 它可能力度做的就比较强 那我呢,就可以单独的对这个色彩平衡这里呢 适当的降低一下这个不透明度 这样的话呢,我就有两个调整预设 起到一个叠加的效果 所以啊,Photoshop的新版本呢 就借助了这几个调整预设呢 其实就给你实现了 诸如像手机拍照的时候那种各种各样滤镜的效果 但是呢,它的强大的地方呢 它都是靠调整涂层来给你实现的 你是事后可以来对它进行相应的编辑 所以这就是调整预设的使用方法 那调整预设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你可以产生自己的调整预设 并且把它保存起来 插播一下 巫师后期的课程平台 终于跟大家见面了 单单的就Photoshop的图片后期 摄影技巧 以及达芬奇的视频剪辑 这三类话题 我足足做了320个长视频 长达数百个小时 我想这个成绩可能在整个华语圈都找不出来第二个人了 那我精心挑选了一些精品课程 一共分为9大专辑 在我的平台上上线了 供大家选购或者是订阅 那这9个专辑分别是7个Photoshop的图片处理专辑 一个摄影入门的专辑 以及一个最新开发的基于达芬奇的音视频制作专辑 目前在网站上提供两种观看方式 一种呢就是传统的采购以后永久观看 那我们还提供会员订阅制 你就可以畅想现在和未来网站上所有的视频课程 那我个人觉得呢 这种方式是优惠力度最大 最划算的一种方式 那熟悉我的老粉都知道 我是图像信号处理专业的博士 目前呢从事相关的软件行业 所以啊 我的理解可能跟一般的后期博主角度不太一样 比较偏理工 比较偏理论 在整个华语圈呢 可能你也只能从我这一个人这里听到这些内容 那这也是很多朋友喜欢我这个频道的原因 那在我的课程当中呢 我也是尽最大的努力 不仅是要教会你如何实现某一个操作步骤 同时呢也需要让你明白背后的原理 不仅让你知其然 更加让你知其所以然 否则的话呢 你机械的重复一些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操作 这个其实是非常低效率的学习方法 所以我呢会把我的平台的网站链接放在视频的下面 这里呢再次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 您的支持对我持续不断输出高质量的内容 至关重要 谢谢大家 比如说吧 我现在就回退到这个普通的调整涂层 然后呢我这里产生一个见面映射 注意啊 我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见面映射 它其实就是把画面当中的原来亮度高光的部分的颜色 给它映射到这个颜色带的右侧 现在是白色 同时的话呢 把画面当中原来亮度是阴影的部分呢 给它映射到这个颜色带的左侧 现在这个颜色带呢就是一个黑色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黑白的颜色 你当然可以把它切换成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吧 我现在给它切换成一个随便切一个吧 它的见面颜色的右侧是蓝色 所以原来画面当中所有高光的部分就全都变成了蓝色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对吧 同时的话呢 它的左侧是一个紫红色 所以原来画面当中所有阴影的部分全都变成了紫红色 所以渐变映射呢 其实就是根据原来画面的亮度 给它映射到一个色带上 通常来说用这种方法是一个最经典的调色的方法 当然了 这种直接的用正常的混合方式呢 它的效果就是非常的浓烈 这个是不好的 所以呢 我现在把这个混合方式从正常改为柔光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挑一些见面映射了 比如说吧 我先搞到最基础的这么一个黑白映射 可以看到呢 从正常改到柔光以后呢 这个画面呢 就变得更加的浓烈了 我当然也可以给它增加一定的色调 比如说吧 我还是选到刚才的蓝色 我在这里挑一些我喜欢的颜色 比如说我就 我就挑这个颜色吧 好 然后呢 点击确定 此时呢 我就有了这么一个渐变映射的调色 让它画面变得蓝一点 但是啊 这个时候我会觉得画面的阴影部分呢 这个颜色太黑了 我呢 就模仿刚才的那个效果 我此时呢 产生一个曲线 然后呢 我把这个曲线的尾巴呢 稍微翘一翘 然后把这个上面稍微压一压 这样的话呢 我其实也是做了一个暗部的这么一个Fade的效果 就是让画面当中的阴影啊 不是纯黑色 有一点点胶片感 好 比如说吧 我就做了这两个调整图层 然后呢 我就连选这两个图层 按住Shift键来选择这两个图层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保存成自己的预设 比如说你在这里呢 就是您的预设 点击这里的加号 我呢 就把这里呢 保存成 比如说选成Test1 好 点击存储 可以看到呢 我这个调整预色就已经被存储下来了 此时呀 我就是可以把这两个都删掉 然后呢 我只要把鼠标移动到这个调整预设 Test1上面的一点击 刚才的这两个调整呢 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用这种方法呢 你就可以把你自己喜欢的效果 保存起来 以后呢 就是一键调色 用这种方法还可以做到呢 就是你有一组相似的照片 你对一张照片调好色以后呢 把它保存成调整预设 然后呢 就可以保证一组照片的色彩的一致性 所以这个就基本上是调整预设的用法 当然了 这个调整预设呢 保存呢 它是有一点点小局限性的 目前来说呢 我觉得它的一个局限性 就是它不支持这个颜色混合带 比如说吧 刚才的这个界面映射 我呢 是希望对于阴影部分呢 不要做那么强烈的映射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滑块呢 就是稍微的往这边拉一下 把这个人物的原始头发的颜色呢 就给它露出来一点 然后呢 我可以用option键来恢复一下 分离一下这个小滑块 这样的话呢 我就对这个界面映射的阴影部分呢 做了一个调整 然后呢 我点击确定 那此时的话呢 我可以仍然是联选 这两个图层 然后呢 我给它点击加号 然后呢 我在这里呢 存一个test2吧 那注意啊 在test2里边呢 这个渐边映射这个图层呢 它是有这个混合颜色带的 你可以在这里呢 也看到这个小图标 这个小图标就说明 在混合颜色带的图层样式 这里呢 是有一定的内容的 好 然后我就把这个删掉 接下去的话呢 我就直接到这个test2 点击一下 可以看到呢 它产生了一个test2 也包含了这两个图层 但是呢 在这边就没有那个小图标 你双击进去一看呢 它这个混合颜色带 刚才我调整的位置啊 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就是调整预设的 一个小缺陷 就是它没有办法保存 这个混合颜色带的设置 那顾名思义啊 它也是没有办法保存 这个蒙版的设置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你不同画面 这个蒙版的位置 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功能 其实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的使用 如果用好的话呢 可以极大的提升 你的后期效率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您学到新的知识 如果喜欢本期的内容 老规矩点赞留言 转发加关注 拜拜 拜拜 by bwd6